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陈嘉欣 搞了半天王夕给你结婚之前 是有女朋友的 那邮轮上就是有别的内情咯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你知不知道 王夕下周要飞欧洲 跟她前女友约会了 她真是无视你这个老婆的存在 你可千万不要把所有人想得 跟你一样认出无害 要有所行动 马上回电话给我 喂 我已经听到最后路的机票了 下个公路一见 当然了 这次比赞金牌中意义重大 我当然要去谢她支持你了 陈嘉欣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她对安娜的感情 你不是从认识她第一天就知道的吗 放心吧 你再要之后呢照顾好自己 怎么了 什么声音啊 没什么 我打碎的东西 我等会打给你啊 我来吧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对不起啊 就是一个花瓶 你没必要道歉 我是说 你看安娜的事 你不用想那么多 彼此之间的想法 既然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就不要总挂在嘴上 不然你对我抱歉 我对你愧疚 那不就没完没了了吗 王夕 对不起 不是说说而已 你去欧洲的事 奶奶那边 我去试试吧 孕夫 你没搞错吧 她又在你的情地 你还帮她说话 你脑子装是什么呀 叫糊吗 可是从头到尾 王夕她都只喜欢安娜一个人 我才心里什么都不是 根本算不上是情敌 如果不是我 她们俩本来可以好好的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是怡孕傻三年吗 我跟你说 谈恋爱就像升职加薪 不分先来后到 只看一锤定音 有了老婆还跟其他女人纠缠 她们两个没法 你可以告她们俩 告她 对 如果她们再欺负你 我来当你的律师 可是 如果我要找你当律师 那王夕肯定也会找沈律师 那你确定 你要和你的大老板交流业务吗 那你有几分胜算呀 能不能赢啊 你就算赢了 也不怪她把你给辞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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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关难断家务事 真打官司伤感情 所以王太太 说一千到一万 你要两只眼睛盯紧你老公 别让其他女人贴上来 知道了 知道了 我都听你的 所以说真的 你们结婚有一段时间了 每天一起上下班 就没有培养出 那么一点点的感情吗 欧洲跟这边有时差